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我们继续来讲今天的中华医药何去何从 我们的嘉宾是张士坤中医师和龙玉萍小姐 刚才开始触及到一般人 过去一直都对中医的批评 可以这么说在九七之前 那间大学都认为中医是不值得推药 因为它是不科学的 但是很有趣 下后 九七之后 每间大学都增弹中医 不知道中医是否在九七之后 突然间科学化了呢 好了 我听过一下 香港其实没有什么报道 原来中国大陆 在北京有一位叫做张公辉 他好像是张公耀 他是一位教授 不知道哪一科 我就不知道了 曾经在网上开始推药 我们要消灭 要取消中医 中医是对我们的中国的健康方面 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我们不需要了 他声称自己收集了个万人的支持 他所说的 这件事是什么事呢 香港没有什么报道的 这些这样的闹剧是如何出现的呢 你这个问题呢 我所知也很迟 其实这件事发生是 应该是十月份的 即是去年 去年 十月份 但是这件事呢 在国内就非常空洞 甚至外国内 都有空洞出来 而香港是报道极少 是 听说是单一名报道 其他报纸都没有报道 所以我看一段时间都没有 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都好像收不到封 有了三站 受了解 原来有这件事 哎呀 怎样的 这个人 听说是研究科学 研究科学 研究科学 哪一边都没有科学呢 物理科学呢 是洋漏化学 这件事 我又不是那么清楚 这件事 他总是一个大学教授来的 是中林大学科学技术 以社会发展研究所的中工耀教授 就是社会学的 社会学的 那你要问George 那你自己来教授的教授 我为了这个问题 就了解一下 深入我去廣州 邀请到廣州 参加廣州中医大学 他又兴建一个很大间 又开港开幕 他在五十周年纪念 所以我们香港很多 中医界的首长 都出席 在和喜 是不是在廣州中医药大学 在接近飞机场那边 是 规模都非常巷大 都很难得 成为中国 可能南方最大间的大学 那 我了解一下 而是学生 你知不知道 他知道我们学校都很空洞 所以我们 有时说中医没有科学 没有根据 那么落后 我们听到都很蓬获 我们的寸途是怎样的呢 我们学来学去 所以他都很烦恼 我问你能不能 送个资料 拿给我 尽量和电脑设计 我不认识电脑的 我很遗憾 希望你帮一下 他很难得 就送电脑设计一大堆给我出来 所以我擠到资料 唉 香港 没有真正一两个人出来 和他駁斥 我身为一个定解比较大的 中医师 就是注册 我做人 觉得一个人没有自私自利 我注册过关了 唉 真是谢天谢地 而你们未过关 是你们的事 我又绝对做人 没有太过自私自利 我觉得这样很对不起我们中医界 我学中医做什么呢 学中医就是救人 帮人 既然中医又难 我有没有责任来 站出来说话 站在正义的立场来说话 就算不是读中医 我都站出来 是的 就没有中医 我也要为正义的立场来说话 都应该的 因为你的健康性命有关 是的 没错 所以 我就花泪了 交错了整个月之週 就去稿 结果 搞到他 UNM幾十年 便死了 三或四天 睡了 接着 如在随着 工作人们想够服活 它 连续空消 一个星期没睡 休息 失未 继续会死 精神崩溃 stenizi 人的灵态好大 所以我有犯法 睡过3 醒起ismatic 那時候就快寫了,起碼爭取四五個小時休息一下 我們堅持將文章寫,日頭又還看病,又沒時間寫 所以我很辛苦寫文章,我一共寫了十年 寄給中央,寄給哪裏呢? 寄給中央國家主席溫家寶,胡錦濤 和國家總理溫家寶先生,最近加勒去吳怡副總理 衛生局高強部長,中醫藥管理局王國強局長 以前是奇政,現在退休了 另外,最近加勒去組織廣東省中央管理局彭偉國長 寫給我們香港中聯辦高器人主任 和特區政府參與特首 另外,寫給衛生局局長,就是周永樂局長 另外,衛生署林扁寅署長 和香港中藥管理委員會范草豪主席 和香港立法局議員六十個 我每一個人都寄一封到辦公室,希望會收到 因為我想寄到那些地方,可能會收到 另外,區議員和其他地方,香港搞大學校長 我都寄給他們 有沒有反應?到現在有沒有人回你? 即是這封信寄了那麼多人? 匯英和務博太太,私下地和我談 電話和我談 很支持我這個 意思是說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有中國人的骨氣 能寫出這段話,有這個勇氣 把這個面對中西的問題和科學的問題 爭論的問題,令提出我個人的看法 很難得你這麼大膽提出來 我又很多謝他們,令支持我這個言論 這篇文章其實在網上都可以看得到 因為我看到有兩個網 或者在我們香港《近好大行動》的網上 我們都是把整篇文章放上去 或者是把他的聯網 大家聽眾可以有機會去看看這篇文章 好的 我們想說回,有一位社會學的教授 社會科學的領域是屬於軟性的科學 不是我們麥理學是硬性的科學 很清晰的 我們很多時候有一種錯覺 經常說這個不科學 一般人聽到這個不科學 那一般人的想法會怎樣? 即是不科學 即是假的 即是假的 其實如果你真是科學的頭腦去看 有些少許邏輯 其實這個結論是不應該這樣 即是他說這個不科學 一般人都說 我們就沒有用一種叫做 現時西方比較流行的 叫做雙重蠻漲 那種檢測的方法 即是你說那樣東西 未曾經過這種雙重蠻漲的科學 即是個方法去檢測 它是否真是假 它沒有經過而已 那不是代表它是假 只不過我們沒有做過 很可能你做了之後是真的 所以這是一個大眾很深的誤解 這個沒有經科學證實 那就是假的 其實結論應該是說 這個沒有經科學證實 即是所謂雙重蠻漲的科學證實 即是我們不知道 可能它做了之後 可能證實它是真的 但是一般人就是因為 我們所謂的教育問題 我們做基本的邏輯 我們完全沒有學過 往往有這樣的錯覺 其實在現時的西醫界 一般人都經常以為西醫很科學 西醫全部科學證實過 其實在這個問題 在美國國會 曾經都想去看真點 到底那個是在什麼情況 於是在1977年 1977年度 1977年度 第一次在美國國會 就有一個科技鑑定局 即是我們香港的 auditor auditor general 他就在美國普遍調查一下 即是在美國的 即是當時西方的醫療 所用的方法 到底是不是真的經過 一些雙重蠻漲的科學證實過 那麼他的結論 原來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 現時西醫所用的方法 基本上也是沒有經過 這些科學證實過 那就是說西醫所用的方法 只是一個很小部分 大概十分之一 或者到十分之二 是有這些所謂雙重蠻漲的科法 即是去審核過 那有些人一提 通常我拿這個數據 這些都是舊數據 現在可能不同 那我就原來在美國 有一個Academy of Science 即是美國的科學 Academy of Science 有一個機構 重新在一九八五年 重新再看看 那就是現在西方 即是美國 所流行的西醫所做的方法 背後有幾多所做的事情 是經過科學證實過呢 那當時的結論 是百分之八十七 是沒有經過任何科學證實的 那這個可以解釋到 即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現時的醫療的問題 就是越來越嚴重 我用的錢越來越多 但是用的也不夠 那其實我怎樣解釋呢 即是我用的錢不是少的 我做行醫的人 就算你做醫務人員 做護士都好 你的薪金可以這樣說 比在同等學歷的人 是過出很多的 那我怎樣解釋這個問題呢 那第一 我們經常說 它是有科學根據 那如果有科學根據 證實的東西 是都不行的時候 是吧 即是用了這麼多錢 都是這麼多人病 那些錢越來越 用的越多 即是用的也不夠 那即是很明顯 反映一個事實 即是你醫不好人 是吧 即是病人越來越多 是吧 那還有呢 人口一直漲的時候 那病人繼續越多 而且病人是越來越輕化的 那只要你看到 我們知道為什麼我們醫療 經常面臨破產 其實最主要原因 我們現時所採用的醫療方法 根本是醫不好人 根本是真正醫不好人的 它除了將你的病症 蓋住之後 那藥的副作用 製造很多其他新的病症出現 那所以這個絕對可以解釋到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醫療 會面臨破產 那很多人會問 那如果我們西方醫療 是已經科學證實了的 為什麼它不行的呢 那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我們科學檢察的問題有問題 就是所謂科學的步驟方法 本身有問題的 證實的東西 根本都是無效的 那這個其一個可能性 那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說 根本以前西醫所講的東西 所用的東西 所做的方法 根本一樣是沒有科學根據 是沒有科學證實了 那那個很幸運 科學本身沒有問題的 那個真正的原因 就是我們常常以為西方醫療 很多科學根據 其實是假的 是一個假象來的 而現時所西所做的 他所穿過的皇帝那個袍 其實不是一件很漂亮的袍 是一個小小的遮遮掩掩的 那這個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說要證實一件事 就不是說一定 只是用雙重蠻脹的方法去做到 那很多自然醫療所用的方法 其實是很難的 譬如我說 我想要用洗腸方法去證實 洗腸是幫助你可以 譬如那些不孕的女士 他用洗腸可以幫助她 是會容易懷孕的 好了 那你想去做這個實現 其實你怎麼做呢 因為你不可能做一個假洗腸 是吧 你要用水的 那就是說 你永遠都可以這樣說 洗腸碗腸水療 是沒有科學證實的 因為你根本是做不到的 是不可能做的 那你發現其實是中醫 在自然醫療很多的 很多醫療的方法 其實很難是用西方那些 所謂還原的基本的手法 來進行一種這樣的實現 那就是說 未曾做過這樣的實現的 醫療的方法 其實不是代表她不行 只不過我們沒有做過 那其實我們的學問裡面 譬如好像西方醫療 我們經常有一種說法 五年裡面 一半西方所學的學問 已經是過了時的了 證實是錯的了 那麼我們很多人都可能都不知道 其實我們那個 我們研究 我們那個消化系統 那個整個機制 其實不是用很多很多實驗 或者很多動物 然後很多動物 去研究出來 是主要是有一位醫生 當時他有個病人 那這個病人 剛剛他有個腹腔有個病 那需要開著一個洞 那這個醫生就趁這個機會 研究那個病人的消化機制 其實很多方面的知識 其實都是這個病人裡面看出來的 不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雙重蠻象的實驗 那其實就要講經驗之談 你做來做去做都可以的 那你需要雙重蠻象去證實呢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香港一般人的盲點 對所謂什麼叫科學呢 根本就不了解 那可以說 根本就是我們香港教育那個 看到的問題 那我其實想經常講 香港健康大行動 香港粗路經常這樣講 那我們做了這個 我們那個中醫方面 被認許了 有制度化了 有專業化了 那其實對中醫來說 是長遠來說 是好是不好呢 那香港始終一個短時間 你現在看到 其實不覺得有好的方向走出去 那而很多香港現在的中藥那方面 是動不動 有少少問題 就被人禁了 被人禁了 那很多中醫界都反映這個問題 那令到他們所用的工具是越來越少的 那我上一次 我們有嘉賓都提出了 那香港有一位中醫 因為他用的配方 他用的份量 是比一般常規所謂多了 那因此被除牌的 那這樣的懲罰 我相信在全世界的西醫界 我相信是絕少絕少會出現在這裏 那很明顯 但是在現時的制度之下 香港中醫是好像被人平氣的 即是能夠有少許藉口 令到你不在這裏 最好的 那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現在中國的醫療中醫的問題是怎樣呢 其實你看到很多報章的報道 都看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譬如我現在手上這份報紙 是講的深圳晚報 是一兩篇文章的 那第一個呢 就說是中醫的後繼無人 那個絕技難傳 那原來這個資料 我都不知道的 他説呢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 中國呢 中醫呢 就曾經是靠司徒傳承和治學 能夠培養出來 有成八十萬個名中醫的 現時呢 中國有三十二所中醫醫學院 是只能夠培養不到三十萬的中醫 那即是說呢 在我們的中醫專業化之後 有些資源丟進去之後 其實我們的中醫的數量 其實是越來越少的 那你說不要緊 最緊要精 貴精不貴多 那好了 那我們看看 現在我們培訓 經過五年的時間 來培訓出來的中醫 到底他們的中醫的能力有多少呢 那這份報紙這樣說 他説呢 譬如在某一間中醫藥大學 2004年制定五年本科教學計劃 中醫畢業心裏面 中醫的課程 佔的時間是大概33.86% 那西醫的課程裏面 佔到是39.98% 那其他呢 在英語啊 電腦啊 和公共課程裏面 是佔26.67% 那當然 那有些人看 哇 有沒有搞錯啊 在中醫學院裏面 所教的東西 大部分都不是中醫的東西 那我記得 我有次在成都 那時候有一個 第二屆的自然療法的講座 那我有機會去到成都中醫學院 那我看到一份 他們那個所謂刊物 就是介紹成都中醫學院的 我看回庭的資料呢 我完全看不到任何知師馬跡 這家學校是教中醫的 那你可看到這個現象是幾嚴重 那你說呢 不要緊啦 你說39.98% 是講西醫課程 其實它所謂西醫課程呢 其實可以這麼說 是基本的醫學知識 比如解剖學啊 或者生理學啊 就是我相信這些呢 就是我相信作為任何的醫生呢 學得到呢 其實是好的 那但問題是 結果呢 他學了全科了 醫學基礎了 基本也被你學了 我們電腦方面 英語方面 都被你學了 好了 那放你去醫院做了 那這位記者很可愛 他看到呢 他說 現時是全國中醫醫院住院的病人裏面 他所用的西醫費用 是佔整個醫院費用的37.4% 而中成藥呢 用費用呢 是佔6.57%的 而中藥呢 就是你開芳的中藥呢 是僅佔於1.5% 那就是 你可以看到啦 目前全國有2,800間 所謂不同等級的中醫醫院裏面呢 沒有一間呢 是真正傳統的中醫醫院 幾乎呢 都是中西醫結合的醫院 但是在這個結合的裏面呢 你可以看到呢 他用西醫的方法 西醫的方法呢 是多過中醫的 那這個 那這個 這是一個借鏡的 就是你說 香港現在都不知道會怎樣 已經看到很多很多問題了 那根本都未曾發展的 那在中國呢 發展的路向呢 所謂中西結合呢 其實出現很多很多的問題的 那在這方面呢 或者呢 張時關醫生啦 或者我記得你以前都提過的 那這方面有些心得 那曾經去中國呢 都在 就是 講出 這類的 看到的問題 或者這方面 可不可以講給大家聽 你們怎麼看 我來講一下 剛才我回應你所提的問題 很難得 你詳細 就講這個 中西醫的問題 和西醫學 強調他有科學 而中醫部科學 這是一個藉口 這是一個手段 就是打擊中醫 你們沒有科學 因為西方國家學回來的 就是科學 其實很多是騙人家的 騙人家 自己車大破 想無遍 世界人類 提高自己的地位 目的是什麼 講得不好聽 就是範圍 想鞏固 它的範圍 鞏固它的收入 鞏固它的地位 成為一個重高的地位 高以一切的醫學界 包括中醫 在裡面 所以 如果他不用這個手段 來講理部科學的話 市民 很難對市民立足 所以 明明有科學 中醫 中醫 有科學 有好心 哲學 他都不會承認 為了什麼 為了提高的地位 一定要打擊你 所以以前 他看不起中醫 又不想研究中醫 中藥 所以一句話 就講科學 就是歧視你們 現在不敢歧視 十年以來 去改變 現在又歧視中醫 中藥這方面 轉為敵視 是很嚴重的敵視 為什麼敵視呢 歧視都沒有用 市民一來 看細看就不行 比中醫好 你怎麼說中醫不行 我比中醫好 已經好了 你說不行 我們吃中藥 至好 今時今日 健康複診 又就是吃中藥 他很坦術 自己會撥拼 撥拼到 嘩 又不行 多方面 私人診所 又這樣反映 醫院有很多反映 醫院有很多反映 原來不是我們醫好 很好的 而是給中醫 這些人 看內科 和尼科 跌打 都是給中醫好的 絕對不會給中醫好 事實是這樣 我一點都沒有 即是這些是民間智慧 是的 你怎樣說都沒有用 一般人的經驗 現在問題最嚴重的是 很多醫院 我聽很多病人說給你聽 很多中醫都聽到 醫院的醫生 西醫 你們有沒有看中醫 有沒有吃中藥 你吃中藥我今天不給你看 我不可以證明 你吃中藥 你要自己負責 用你鞏合病人 病人說給你聽 哇 流天爺 這樣也有 那麼多人 身體是病人 健康是病人 病人有權利選擇 我去看中醫去看西醫 當然可以看中醫 西醫可以看西醫 又去選擇 沒理由用這方面來威脅別人 強逼別人 一定要看西醫 所以很多中醫 給我看病 很多看過西醫 現在是多數了 口服生服 以前我不相信中醫 因為我讀過 英文文化 知道西醫有科學根據 道指燈來燈去西醫 多好 所以我們相信西醫 很嚴重 很多問題 甚至嚴重 疾 有些病人 治療到周身 流痕 這個問題是相對 這個是負作用的疾 嚴重負作用 治療到 不得了 幾低都要分工 所以這種情況同心不得了 我們中藥給你吃下去 去飯就好飯了 提前起上好精神 越來越好 精神也好 而且抵抗力也增強了 說明什麼呢 中藥是否有科學根據呢 完全有科學的問題 有沒有哲學好心的哲學 西醫無法理會 西醫目前全世界都是對科學落後的 研究不到你中藥是低藥好心的科學和哲理 去研究不到 好像古人說 吃不到葡萄 葡萄吃不到葡萄 市上葡萄是酸的 道理就是這樣 我雖然不懂 你給人針灸 他說沒有科學根據 因為他沒有研究 他研究不到 有些東西都有 吃人心 吃了幾千年 沒有科學根據 沒有營養 人心 因為你用那些科學分析 沒有營養 有些東西都沒有 吃腐乳 腐乳 沒有不知為何要這麼豐富的營養 因為他們研究不到 他們也沒有去研究 沒有研究 自己所做的事情 其實也沒有去研究 其實這是一個編局 西醫科學是一個編局 美國各國會自己屬下的科技鑑定局 做過一連串的實際研究 還有美國的 1985年做過一雙子研究 根本證實 現時我們所用的西方的 所謂對抗症醫療方法 根本上是大部分都沒有科學基礎 好了 看看日本 我似乎日本是很有趣的這個國家 有時候他們遇到一個問題 他們反省的能力其實都挺強的 因為原來最近好像2004年 不知4月左右 我有份雜誌看到 原來日本那個 厚生產白皮書 即所謂的衛生署 他已經體驗得到 日本現在的醫療費用是增加 即是不斷地增加 全世界都是這樣 原來獨孤靠西醫方面的醫療 對抗療法要講 全部都是這樣 他用了不知二十二百多億 我不太記得了 總之是不斷地增加 而他的療效 基本上是徘徊在多少呢 徘徊在20% 即只是五分之一的 現時日本人 即是文明地方人的身體問題 是可以處理得好的 其他根本是西方醫療醫療不到 好了 他們想出的什麼方法 他們說到二零零八年 所有西醫的畢業生都要學中醫 他用這個方法 他用這個方法 總之我就用你 他不是想要培訓那些看醫 總之他就吃了那一口 其實香港有沒有這個現象 我們不知道 但也有人指出 其實日本人的所謂所用 其實他真的不是想要用中醫的醫學 他只不過是用你中醫的中藥 所謂那些所謂漢方 其實他就基本上 就用你的中藥 用所謂現代化形的方法 看中藥裡面有什麼有效的成分 將它分離 抽取之後 就用一個產業化的生產 拿到美國FDA的認可 於是能夠進入世界主流的醫藥市場 其實現在在地球上 很多的所謂中藥漢方的藥物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是中國去的 很多是日本去的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在中醫面臨另外一個危機 其實很多的地方 像日本那樣 其實他就用西藥的理論 即是發現中藥裡面有什麼的成分 用西藥的角度去用 就用西藥的方法來製造中藥 很快 真正正用傳統的 亡文文徹、白肝辨證 即是中醫的醫療的能力 可以這樣說 是真的會滅亡的 結果你會看到 很多時候在表面的問題 他會用這些項方 真正正正的病的時候 我相信 能夠用中藥的方法來處理這些嚴重的病的人 是真的會越來越少的 好了 我們休息數分鐘再繼續 這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買多個分享給二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二八八二四八四百 網址是 張士均中醫生和龍玉萍小姐 好了 其實我們香港中醫有很多獨特的醫療手法 不是用一些所謂現時科學的儀器 即是用科技 我經常都想說 其實現時的醫療是一種科技的醫療 科技醫療不是等同科學的醫療 中醫的長處 很多時候我們不是需要依賴很多科技的方法 你自己可不可以告訴你 最近你過去有沒有一些比較上可以令我們啟發到 中醫的醫術方面 和西醫方面的不同的地方呢 這個我覺得要介紹 不過呢 這個男重經驗的例子是特別多特別多 沒有法子短短時間 講一兩個吧 一兩個比較 你記得到的那些 我記得應該是屋門去診所 診所沒有幾年前 都現在估計是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有一個家長介紹 這個家長經常去人類同 田門人類同 聽我去工作 因為去工作的時候 香港去工作的次數 以前來說 是最高的是我 立法區議員 區議員 市政國議員都邀請我 甚至很多團體邀請我去工作 就是健康工作 中醫健康工作這方面的知識 那麼你的家長聽了之後 後來到我家裡看 看來給我醫好 身為就介紹給一個 屯門三省村 可能是小學的 侯長來看 你和他很朋友 就講我的醫術情況 所以很有興趣來 試看我和他醫好 行不行 我用中國傳統的 慢慢切 這方面的和他打麻 打麻之後 又和他檢查 我斷去的證 斷去什麼呢 金嬸寶非常旺 心仲不夠力 經常失眠 甚至多發夢 好夢為夢都亡得真 而且尺寶器的腰骨 又酸痛的問題 左邊右邊我都和他講 身體自己都成喊喊喊喊 其實今天找你看病 就是看這個問題 我長期失眠 好辛苦 張醫生你快點幫我 我盡力以為 我跟他講 另外一個問題 我跟他講 你有中期高癌化 因為他檢查過 又看到他 按他的肝 中期高癌化 其實我檢查期間 感覺到他不是這麼簡單 是中期高癌化 是中期高癌 但我不敢說 怕嚇壞人家 因為終於說的話 往往 人家半信半疑 甚至不信 也有可能 如果一萬世已死活 一定說你 撒謊 說謊 嚇壞人 所以我不敢說實話 就是講中期高癌化 最好 你有時間 你重視病情 照樣看 他又很害怕 很害怕 你不用害怕 高癌化 以中國 整個亞洲來說 是很普遍的 三次高癌化 都死為止 八十幾歲 九十歲 都有高癌化 都未死 保養也好 未必一定死 問題是不要轉到高癌 保養也好 我認識幾個朋友 他的老爸 高癌化 差了八十幾歲 都好 結果死到 都是這樣死 都不是 不是死是高癌 不是高癌這個問題 問題是你懂不懂保養 有沒有找中意體 關鍵是這裏 結果 誰知道 四天吃了藥之後 沒有來看 我知道肯定 嚇到他了 果然十幾日以後 我去診所 去庭妹那邊 去中醫診所 見到那個 介紹他的家長 是呀 張醫生 哎呀 後長被你嚇到死 嚇什麼 上一次你說中期公銀化 嚇到他幾晚不睡 難得失眠 甚至經到半死 看西醫 西醫症 斷症斷症 正常 完全沒有公銀化形象 嚇死我了 張醫生 這麼誇張 這麼說的 所以將這個話 說給他聽 後長 我告訴你 官本 後長不是公銀化 這麼簡單 實際上是中期公銀 如果他不看的話 以後 估計 快的話 三個月至半年 左右時間 很難超過一年 去迫發的了 差不多半年左右了 又見到我 哎呀 張醫師 後長稱你的 麥理好力 好準確 我問為什麼 是不是入了醫院 我猜肯定入院 醫院斷症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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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月 後長 贈你 麥理好力 好準確 為什麼入法治 講 是 公銀化 之後這個朋友 跟他講 張醫師斷症斷症 是 中期 叫你 不過他不敢說 他嚇死你 公銀化 嚇死你 成文 不能睡 真是淒涼 誰知道 果然 隔本年左右 他入了醫院 那時候 讚我厲害 有什麼用 三個月 結果 之後 見到 那家長哥死了 他都沒有找你 沒有找你 這種人 我們做的 很難做 終於看到他有什麼病 小時候沒有 完全沒有這件事 變成我們的名義 是破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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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電證 是科學的 往往去死人 很多中醫 不是我 很多中醫 電力有問題 去到說沒有 結果 當他驗到的時候 已經三個月沒有 就來宣布給你聽 你是末期的了 你有吃什麼 你吃什麼 都有吃 都去玩 虛心一點 大家沒有用醫 其實是沒有用醫 很多肝硬來講 全世界最厲害的就是中醫 不是我本人是厲害的 全世界的中醫 老前輩有經驗的中醫 都有能力的 醫好這種病 為什麼要救到末期的醫 當然 有所困難的 是不是 這個 相信做普通市民 都明白這個知識 這個才是 中醫所講的 上醫治未病 你未病發 上等的醫術就已經知道了 另外一個特別的例子 我相信全香港都有人認識 我從來這句話 文章都不寫 是 又涉及這個 這個政治意味的問題 嗯 因為呢 我現在呢 今天呢 借了幾個機會 不講都不行了 但是講這句話 又不會傷害任何人 已經成為過去的 是 過去的歷史 過去的事實 是 吳明欽 立法國議員 我相信全香港很多都認識 是很厲害的 以前是參加會點 嗯 來填滿 9年選立法會議員選到 是的 他很厲害 他從這個區議員選 最進一步選去 這個市政 市政就選了 最後選立法國 是 他三人的作緣一樣 是 三方面都成為香港的票王 是 這個會是屯門關節萬生聯會會 我是這個會的副主席 嗯 我以前是參加一間的團體活動的 是 關心香港的政治事實問題 是 那麼呢 我去的時候 競選的時候 初去參加 去治美夫的 在潮州人 哦 人是聰明歷勢的 嗯 就去競選 因為經常呢 捱野 捱到 那時候 圍痛 那麼呢 我說明欽 我不如和你打個脈 看那些圍痛怎樣 看那些筷子碰到你 行行行行 我幫你打 喂 我去檢查 明欽 你不是單單圍痛 你肯定是圍痛 百分之百是圍痛 肯定是年輕時期 很喜歡喝汽水 飲沉 汽水 凍水 冰水 吃高味 你喝啊 我好喜歡啊 坦白說 結果你喝圍 這次圍痛 就是前因 後果 就得到這個不好的個比 被恐懾 後果 說話 吃金吃得那麼辛苦 那麼痛 又經常痛 另外一個問題 我提醒你 你要 初期光顏化 你要小心 千萬不要捱野 你為了經常捱野 你要名氣 也要名 名氣 要到話 有時候都沒有名氣 使用你的運氣 去行運 你要早睡 不要看危野 不要拼得盡 我跟他講 一半講笑話 一半中告 給他 所以 他說 他怎麼說 我讀書時間 都這麼多年 從來都檢查過 肝炎完全沒有問題 很正常 沒有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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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肝炎化 初期 我告訴你 希望你沒有經常捱野 又沒有飲酒 沒有飲刺激 會增加病情惡化 這個對大家 老友跟你說 大家對戰友 他就參加競選 幫他 這樣 他不相信 結果選一選 選到市政 市政最選 最奮鬥 到立法國 都很成功 全香港 誰不懂 不明白 這個年輕人 是很厲害的 可惜 人有智慧 沒有健康 就假的 他就不會珍惜身體 最可惜是怎樣 結果 病了 入醫院 醫院 已經研究了 那個 應該是 馬吉利醫院 在山頂 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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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研究了 我們跟很多朋友說 保子丹 全香港 市民年紀稍微大一點 三十多歲 四十歲 都知道這件事 是 知道保子丹是血癌 我們很多朋友說 不是血癌 是肝癌 絕對是肝癌 因為我親自看過病 親自跟他講過 我絕對不是血癌 結果第二年 保子丹推翻自己的結論 不是血癌 是肝癌 有些可以證實什麼呢 科學的事 第一次斷去血癌 永遠都是血癌 沒有理由轉為肝癌 是不是 那個西醫跟那個女校長 說它完全正常 為什麼要一下這麼快 增一年左右 半年之一年左右 就會發覺它沒有肝癌 雖然你這個科學 檢查多方面的科學 那不是假的 是靠不住的 我經常檢查西醫警察 做什麼補告給我 我做一個做參考 是 做參考 值得參考 不是那個 有時候會驗到的 是 不是那個白髮的白髮 都會驗到的 你驗到 說實話 你會覺得自己很安全 不管什麼 對自己都不是很珍惜 可以預防 那你會發生進一步 變了肝癌 變了什麼其他症 都很有可能 是不是 所以 我 很認同 剛才 嚴明醫生 你說的 西部醫學 所謂科學 很多是騙人的 你說中醫沒有科學 但是 科學研究不到 出來 就補認他 就說他沒有科學 他很多時候 他都沒有去做過 那其實 你是香港 原來 僅存的 原來少數的 老中醫 我也看資料 原來在中國大陸 真真正正的 就是剩下的 經驗老到的老中醫 更少 中國的 大熊媽 三百名 那 有沒有起息 中國 是不是最近 有些 新的做法 邀請老中醫 來 用一個 師徒的制度 或者在大學那裡 教書 有沒有這種趨勢 現在情況 我 今天 五月 二十五日 上北京開會 是世界華人醫學 聯合總會 邀請我去 邀請我成為 副會長 偉任總統送來香港給我 上次偉任的時候 叫我上去 有沒有上去 我忙 去看證 我上去 拿來香港給我 帶了一班 中醫老前輩 到泰國 去 訪問 又去 又去台灣 之後 回北京 那我去呢 我就要提到這些問題 我就說 中國政府 對中醫中國的發展 原本的 誠意 是非常好 好心做錯事 做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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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故意的 是 他以為現在現代科學進步 那你終於定計 不原對話 是 不原對話 始終都是 落後一點 是 所以 構思 都是好的 但是 政策 往往被人 一變最變的 變勢型 政策就是這樣 其實是小小歪的 你用中西生結合 這個方面 你培養下一隊人 坐 你越遠越坐 正非坐得很重要 到現在培養中醫師 不中不西 就出現這個問題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是 George 我是 何佐治 我本人的體驗 就是覺得 中醫是可以現代化的 但是 最不知為什麼 我們經常被外國人做了 那些 應該做 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就很多時候一個人做了 譬如說 我們 那個 經歷學說 幾千年 那 就 是被 一部分 隻醫 就拿去做 一個叫做 Apply Kinesiology的療法 那 就 他們很成功 就是 他就 將 經歷學說 還有 他們那個 外國的 人體隔骨 結合 還有 用那個肌肉的測試療法 就頂了一套 治療的方法 那時候 我 讀 隻醫學院 那時候 是八幾年代 剛剛 剛剛 開始 到現在 已經發洋光大 在北美很流行 在歐洲都很流行 香港都有一部分 隻醫是用這個方法 他很歡迎任何人去學 只要你給足錢的時候 就可以去學 拿牌 拿他的牌 用他的方法 到時到後 去 進修 那 我可以告訴你 他們用的東西 很大部分 是中醫的理論 但他結合了西醫 不是西醫 就是西方科學的發現 例如肌肉 和其他療法的發現 還有針灸 他們用針灸 那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這樣的事情 還有一樣 就是 上次 一位鐵塔的老總醫 講到他 神奇的摺瓜方法 用他的鼻方 這條鼻方 其實我也知道 這個鼻方的好處 就是 骨 做骨細胞 生得很快 但是他有一個短處 就是 這些鼻方是有毒的 如果你有經驗 出錯的機會 是很微 但是 假如出錯的時候 那是不是 大家都很不想 但是這個短處 是可以避免的 因為 西醫是有毒藥和解藥的 如果是 中學真真正正是 中西醫結合的話 為什麼他不是 用這個 中國的 所謂秘方 其實都不是秘密 每個人都知道 那就是 在醫院裏面做 有了解藥在旁邊 有問題的時候 都要用解藥 我之前 我不是 中醫出生 我之前是有一隻 這些 這麼少的東西 我都知道 我相信中醫 之中 很多人都知道 上個期 有些秘方 是可以 醫治的 成功率是很高的 那為什麼 我相信 也是跟鐵打的秘方一樣 一定是有些問題 不能夠公開使用的 那為什麼我們不是追著問題的缺點去改良 去結合 在 在 是不是要等到外國人 搞得出來 就 找回來給我們 用 那時候 很貴的 不是很便宜的 那我就覺得很遺憾 可能這條路 可能這條路也是要這樣走的 應該是這樣走的 不是 一定要被外國人搞 才會回來 就是 等於 好像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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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八國 就是等於 漢醫在日本 日本的重視程度很高 韓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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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是聘請你的國保級的過去的 來處理 他拿你最好的東西 是啊 那人家起碼尊重 反而我們中國人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東西 往往都是這樣的 這是文化問題 那八五年的問題 可能是 還有 例如 太極拳 那樣 好像剛才我跟龍女士說 我們吃飯的時候 在外國 那個 島家太極拳 其實那一套根本不是太極拳 只是慢慢動 那 他就聯結到 柏金遜協會 說 慢慢動 之後 對柏金遜的病人有好處 他們又跌少了 那 那 我自己是 對他的人很有研究 我覺得是 很可笑 爲什麽 人家是慢慢動 做一個研究 又說有效 現在全都是香港 香港人說 原來是可以 二百甘信病 那 我覺得是 很可悲 那 我們有些旁拳的嘉賓 那 有些 親身的體驗 在國內做中醫 是 可不可以請他 講一講 他親戚朋友在中國的經驗 是 或者先講一講 你介紹一下自己 是 大家好 我叫張明治 我的舅父 就是在女生做中醫 已經做了超過二十年的經驗 那 在這二十幾年 我看著我舅父的事業發展 給我唯一的感覺 就是 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真的很擔心 會不會幾多年之後 中醫會不會消失 真的 我舉了兩個例子 在十幾年前 我舅父 他真的 三十幾歲左右 男人到那個時期 真的相信自己的事業 那時候 就自己承包一個醫院 那個醫院 主要是以中醫為主 西醫為苦 但是 大概三四年之後 就 不行了 那個醫院就 關倒閉了 為什麼 就是中醫院來的 大部分中醫院 大概五分之四的 都是中醫 在哪裏 在湖北臣 在中部 中部 是這樣的 但是 為什麼呢 看中醫很便宜 大家都知道 中醫可能醫一個感冒 或者不舒服 一些醫藥都四十幾元左右 四十幾元 就是不會超過一百元 但是 如果是西醫的話 你只要一個X光 B超 採超 你只要做一次 百幾元 但是醫院是自負人虧 我舅父這樣 醫院 你支撐不了很久 因為你全部都是中醫來的 你賺的錢是很少 但是這個人很多 你賺的錢不夠 所以就 大概三年左右 三年左右 就不行了 然後我舅父就去了一個公立的醫院 做醫生 做中醫 這是第二個例子 就是做中醫 所以我初中陣子 就好像十幾歲到時候 我舅父是每個星期五天 五天都有事做 還很忙 但是現在是怎樣呢 一個星期去三次 去三天 就是半天 而且都不一定有人看的 他的醫院是兩個中醫 這個部門 兩個中醫 就是我舅父 和另一個男的醫生 他們兩個 兩個人 真的輪流 上班 輪流 一個星期三天 一天半天 但是我有時候去探望他 都沒有人在 真的沒有人 沒有醫生 現在去找我舅父 看病的 都是一些 以前 一直都找我舅父看 知道我舅父 醫術 都可以的 是不錯的 真的可以治好 那些人才會找我舅父看 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 我覺得我為我自己的舅父 覺得他有點不公平的 就是 他是中醫 看他們 你做醫生 你如果想 比如說健身的主人 或是院長 或是副院長 那些職位 你就一定要考一個史 叫做高級職親 高級職義的平親 就是一個職業史 就好像中醫的職業史 他都一定要考這個史 那我舅父是中醫 他考的是中醫的高級職親 但是一定要考英語 我舅父四十多歲的人 他學中醫的 你說他不看本草公目 黃隊雷金 你現在叫他去學英語去考這個史 真的我覺得很不公平 後來舅父就沒有考到 沒有辦法 他跟香港人不一樣的類 因為英語不是那麼普及 沒有考到 所以他一直都在做一個很平凡的中醫 到現在真的 他的人工都很低 都不用什麼上班 就是說 他說人工 如果只是做中醫 這份人工的話 他生活和養肺的家很難 就是這樣 就是找不到食 真的可以這樣說 我都不好意思說他人工多少 真的很慘 我怕就是 現在又沒有其他中醫了 沒有人看中醫了 我自己很喜歡中醫 我覺得中醫是中華民族 一個很寶貴的東西 但是真的沒有人學 我有一些同學 他在湖南 有一個鄉亞醫學院 這個醫學院 是中國最有名的中醫學院 就是醫學院 中醫也很有名 我之前在北京 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是在醫院學中醫的 但是他剛剛準備開幕考試 我就看他的書 我說你學中醫 為什麼考這些 是什麼書來的呢 就是西醫的骨架 西醫的什麼 就是西醫的內容 我就問 你不是學中醫嗎 為什麼你要考這些 比如說 全身骨頭 你要記不記得 全部都是西醫的東西 他說沒有辦法 我們一定要考 我覺得很奇怪 中醫為什麼考這些 所以我真的覺得 現在中醫 已經不是以前的純粹中醫 是 是 是 在這個現象 可以看到 中國過去的經驗 其實可以讓香港做借鏡 我經常覺得 香港這個地方 是很有潛質的 為什麼我們這麼熱心 覺得 怎樣也好 盡力 去做為香港 我覺得香港可以成為一個 全世界的 需要模仿的地方 因為我們只是一個 小的地方 相當富裕的地方 我們也是 某程度上 我們是一個比較好自由的地方 我們可以發揮很多東西 我們香港的更好大行動 我們香港出路 這個電台節目 都是希望多些人了解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角度 去了解我們現場面對的問題 而很多問題 只要我們深入一點 去看清楚一點 其實是可以解決得到的 當然 我剛才私下都討論 其實在多方面的人性 很多都是很自私的 我經常都這樣說 自私不重要 不過你自私得來 你的層面高一點 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的自私層面高一點 你會發現這個地球 如果只是你碰 其他人又不碰 這個地球一定不會碰 你的小朋友一定會受到影響 好了 我們時間又很快夠了 其實這次又有兩個小時了 我們下次再繼續香港出路 這個節目 我們希望 如果你自己 或者你認識一些人 對香港面對的問題 有些獨特的見解 能夠提出一些精簡的解決方法 希望介紹給我們 跟我們跟進一下 或者我們可以邀請他 上來我們這個節目 大家一起討論 聽一下他的意見 或者你自己也可以在電台的時間 打電話 跟我們的主持人 跟我們的嘉賓一起討論一下 或者用ICQ 網上留言 把你的意見表達 總之 經常說 三個臭皮囊 勝過一個諸葛亮 大家齊齊 會在香港找一條更好的出路 好了 時間都關係 大家要和大家拜拜一聲 再多謝我們兩位嘉賓 今晚抽出這麼寶貴的時間 來幫我們一望 下星期五晚上九點到十點鐘 再在網上繼續討論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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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